大家好,我是聖恩 今天第六堂課,我們來繼續講新房新房這一首歌 那我們會講到副歌的部分 首先一樣我們先來看和弦 第一個和弦呢 跟前面一樣 是一個Dsus2 on G 第二個是A on G 按著A,更衣放在第六弦第三格的G 再來是升Fm7 更衣在第六弦 然後呢,E5弦是不彈的 E5弦要用手指頭去悶掉 好,再來是Bm7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Dsus2 on G 再來是又回到Dsus2 on G 再下一個是A on G 再來是升Fm7 下一個呢,是B7 而不是Bm7 再來又回到Dsus2 on G 再來是A on G 再來升Fm7 再來呢,是Bm7 然後兩拍以後換成Bm7 on A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Dsus2 on A 更衣在第五弦 再來又回到Dsus2 on G 再來呢,回到A7 那這裡A7呢一樣跟前奏很像 我會做 兩個轉位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六度音 六度雙音 Dsus2 on G 這是有加更音 好,那接下來呢 在... 這個副歌會重複兩次 所以它的順序會是主歌、副歌、肩奏、主歌、副歌 那在第二次的主歌接到副歌中間呢 我兩次做的不一樣 第一次的主歌接到副歌很單純的就是 就是一個很單純的Dsus4 一小節 解決到D 一小節 第二次呢 在前面我會先做一個A7 的六度雙音 然後呢,就進到 好,這裡呢 我是做了一個D和弦的轉位 那這個轉位呢 我只用了下面三根弦 去做轉位 這和弦呢 原本 更音在第四弦 然後原本的主成音是 五音、主音、三音 然後轉位過來呢 變成主音、三音、五音 那更音都保持在第四弦 所以這也是一個D和弦 這是一個轉位 然後下一個和弦呢 會變成是一個A on D 那這個A的按法呢 是 從這個F 這個執行來的 然後你把它往後 升高變成G 再升高變成A 那把五音指拿掉 更音變成D 四弦的空弦 好,下一個呢 是G on A 然後最後回到D 然後呢 會有一個 進副歌前有一個小小的 垂勾弦 這樣 然後進到副歌 好 那我從 第二次的主歌接到副歌 整個彈一次 到是G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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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新房新房的副歌的弹奏方式 希望这个影片对大家的学习有帮助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欢迎在下面帮我按个订阅 然后也请大家到我的Facebook的专页 帮我按个赞 谢谢大家